1.4 1.4 0秒出手 分毫不差 天啊 又來了 感覺這金球是對到打 是特別的規矩 處理到這種 要是一個Logo Shot的位置 壓掃盡球 未知瘪殺 說起富邦勇士的歷史 可說是經歷了 許多不同的時期 從SBL元年的中廣戰神 然後到《偉來獵人》 之後再轉為台灣大雲報 最後才是現今球迷 所熟知的富邦勇士 雖然球隊經過多次轉手 正宗好手也來來去去 但說起最難忘的傳奇背後 大家的心中 都有一個共同的答案 勇人哥嘛 四號 在富邦的四號 大家一定都會想到勇人 他像一個就是大哥在帶 不管現在當教練 還是在以前在場上 他都是一個 就像是一個精神領袖 會把他串連在一起的一個角色 其實每一隊都有一個 就是號碼代表每一隊的人物 都會畫上很好 那我覺得四號對於富邦 就是仁哥對於四號這個意義在 從SBL元年就加入聯盟的吳勇仁 向來都是所屬球隊 最穩定的後場指揮官 他節奏控制掌握得宜 三分外線及助攻 更是令人印象深刻 雖然十四年的SBL生涯當中 未曾拿過冠軍金杯 但他卻是現今聯盟史上唯一 達成生涯三千分 一千籃板 一千助攻的傳奇球員 雖然今年球季已經正式退休 轉任助理教練 但說起過往的表現 仍舊讓人感到難忘 我覺得勇人是一個 非常有領導指揮的控球 那以前在對戰他的時候 覺得當然不可以給他投外線 因為令他的三分線非常準 然後到後來就是臨場的指揮 可以把球隊的優勢發揮出來 這也是我為什麼希望他現在 轉到助教能夠幫忙這個球隊的地方 之前當對手的時候 就是覺得說勇人就是一個領導的角色 然後他剛好是打控球後衛 因為這場上就是不斷的溝通 不斷的講話 然後提醒隊友 提醒任何人 就是說把球賽打好 然後來幫助球隊贏球這樣子 對他印象就是覺得他打球很聰明 然後就也蠻犀利的吧 外線也準 然後也會很會控制場上的節奏這樣子 他就希望看到你們後衛進步 就是看到說 你可以打球打得越來越合理化 不會說有些東西看了會覺得這樣 就是說你現在在做什麼這樣子 還會希望你做合理 在球場上做合理的事情 做你擅長的東西 像在場上有很多變化 所以他會好好的跟我講 對就是講說你這一球該怎麼做 對就是有一些就是教練他 沒有辦法去跟你講的一些事情 但是他會透過一些小細節 然後再跟你說明說 這一球你該怎麼做會比較好 他在轉助理教練這方面 然後不管是球場訓練中 比賽中其實他都對年輕球員幫助很多 持續的在想要幫助這個球隊 繼續往上走 我覺得他非常的聰明 就是你當教練 你要臨場應變非常的快 所以很多好的教練 大部分從一號位轉下來 那他倒是有這個特質 我在臨場的時候 有些時候會比較鑽牛島尖也好 或者說生氣 某件事情因為打不好 那必須要助理教練來提醒我 甚至給一些想法跟意見 我覺得這一點他幫助我滿大的 從球員轉任教練 勇人一直都是球隊中的領導人物 而他的背號更是從小到大 都沒有更換過的號碼 到底背後有著什麼特別的意義 則是令人更加好奇 四號的原因是我從國小的時候 那時候非常喜歡看灌籃高手 然後我裡面灌籃高手有一個人物 我非常喜歡的就是藤真劍絲 那時候灌籃高手有很多的主力 也都是穿四號 像木森衣還有赤木鋼線 身經一層就是三王工業 他們都是穿四號 然後都是球隊的領導者 那時候我最愛的是騰騰健身 然後從我國小的時候 第一次穿上球衣打比賽 我就選擇四號 然後從此四號就一直跟著我這樣子 四號這個背號就是在場上 很多球隊都是 這個可能就是一個控球 或是一個隊長的角色 然後他在場上 不管現在當教練還是他以前在場上 他都是一個 就像是一個精神領袖 會把大家串聯在一起的一個角色 在這球隊裡面我覺得 你如果要穿到這個四號的話 我覺得是沒那麼簡單的 會被我拿來跟有人做一球 如果真的是這樣子的話 對啊 在我們這個球場當中 目前四號也是沒有人穿 對啊 就像 有可能 想要撐起這個四號的話 有可能要夠準 夠聰明 夠強 對 人家會覺得說以前是泳人穿的 你能不能達到泳人 一樣的地位 或是一樣的 就是打球的風格 是不是會被泳人給影響 就要看 後面選的那個 能不能承受這個壓力 你可以選 你在跟星星球員 星星球員進來的時候 你可以選說 富邦是有一個退休四號 但你想要選四號也是可以選 但是可能不會被教練登錄 就這樣子 所以星星球員 你們大概自己也應該知道 你可以選沒有問題 但是就是你可能 那個四號球員 你穿四號球員 可能永遠 怎麼今天又沒被登錄這樣子 對 以四號這個退休 當然是對泳人來講 是一種肯定 然後也是一種 就是激勵一些 我們後輩的 希望能邁向泳人這個 腳步前進這樣子 這是一定需要的 因為我覺得這對於人家來說 也是一個完美的結束 如果真的有這個儀式 那可能我覺得 把四號球員也順便退休 然後高掛起來 我覺得這也不錯 泳人絕對值得 讓球隊我也在幫他 把這個球員去高掛的儀式 那只是在什麼時間點 會是最好的 這樣還是必須要討論 我覺得自己一直是 很幸運的球員 然後我也對自己的 所達到的成就 為自己驕傲 因為第一個 我在籃球生涯 並沒有受到很大的傷害 所以可以一直這樣 慢慢吸水長流 一直留在籃球場上 然後拚鬥跟分食 然後為自己的成就 趕快驕傲就是 我覺得以我的身材條件 然後可以達到這些成就 我覺得已經算是 滿難能可貴 然後所以因此會 對自己非常驕傲 認真其實是最基本的 你除了認真 你把自己準備好以後 你要把握隨時會到來的機會 把握機會做好以後呢 就來創造自己 美好的一個回憶 希望我們今年富邦勇士 可以創造一個很棒的回憶 然後拿向走冠軍 無論是穩定軍心的後場指揮官 還是場邊傳承經驗的助理教練 吳永仁在球隊裡都有著 無可取代的地位 如果未來他的球衣能夠正式退休 相信台灣所有的球迷 都會為他感到驕傲